王军 这元洪叫他攻打击发 他竟敢按兵不动 齐奏黛我军和西齐大军连连交锋 各有死伤 现在元将军 也不敢轻举妄动 全是些没有用的东西 齐奏黛 戴王 戴王 眉山四劫在殿外求见 叫他们快进来 是 传眉山四劫上殿 在下阳显 金大声 朱子珍 代礼 拜见戴王 你们都是从眉山来的吗 我们四人曾经答应袁红一同辅助戴王 戴王请放心 联合我们七劫之力 定能将江子牙等人一网打尽 好 我封你们四位为大将 立刻上阵 协助袁红攻打西齐 我们现在就行 军青紧急 刻不容缓 如果你们立功 我一定重重的有赏 遵命 这前方阵营到底在什么地方 是啊 走 快到了 朱兄 朱兄 你何必如此着急 真难走 我走不动了 我也走不动了 那就歇会儿 歇会儿 这时候什么将军头领他都要对我们另眼相看了 秦道行说的对 若我们侥幸杀了江子牙 到时候这大功就归我们四个了 对 让我们显显威妇 也好给元兄送个大礼物 让西齐军尝尝我这个火红丹的滋味吧 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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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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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来 是吧 杨大哥 杨检 起发 你要是不失实物 你的命就跟杨检一样 说什么西齐大军所向披靡也不过如此 我宰了你们 拿着 师叔 你们终于来了 好了 我们可以和激发他们拼了 对 本来我们应该一早就到的 为了给元兄送一份礼物 所以才耽搁了 元兄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是杨检 太好了 你们帮我杀了西齐的猛将 我们再要杀激发可就容易得多了 对吗 现在他们一听了我们眉山齐杰之名 一定要下破胆了 那我们就乘胜出击 把他们赶出关 好 你们这些灭处 知去的快快让路 竟敢挡我西齐大军 废话 废话 拿下他 快放箭 快 快放箭 杨大哥 此仇我哪吒一定会给你报 杨洁 是为了救我而死 要不是为了我 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五王 这都是天意 别难过了 你们哭什么 杨洁并没有死 师叔 你说什么 你们难道忘了 杨洁有九转神功 九转神功的一门就是可以伸手分开 却并不死 真的 他来了 杨洁 杨大哥 你真的没死 真是太神了 要五王王后 和各位兄弟为我操心 杨洁我真是于心有愧 只要你能平安无恙 我们就很高兴了 杨洁 你在狄营中探听到些什么 他们一共七个人 全都身怀妖法 我用三眼神光想看看他们是何方妖物 想不到他们倒是道行高深 连我也溃不住他们的真身 那怎么办 我们如何对付他们 在幽明山万魔洞有一面照妖镜 能把一切妖物召回原形 金长 木长 哪吒 你们立即去万魔洞 把照妖镜取回来 是 到了 走 进去 瞧 赵妖镜 的 但是 的 是 的 快走 走吧 快走 快走 你们没事吧 你是谁 我是幽冥山山神 你们是来取照妖镜的吧 可是洞内的妖怪很厉害 请山神爷赐教 万魔洞内囚禁万千妖魔 全被照妖镜镇住 一旦照妖镜挪开 就会群魔出洞 不亦对付 可是我们有照妖镜 凡人是不能将照妖镜带出洞的 刚才你们手中的镜 不是硬生生的又飞回去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能取出照妖镜呢 首先不能让群魔走出洞口半步 你们才可取走照妖镜 但是能够安然把镜带离万魔洞的 那只有 谁 天上龙地上凤 不亦找 天上龙地上凤 对 天上龙地上凤 对 山神爷是这样说的 这些稀有的异兽 百年才能遗见 我们上哪去找呢 对了 天上龙地上凤 就在这里 君王为龙 王后为凤 山神的意思是要真命天子和王后亲自前去 才能取回照妖镜 是 师叔 万魔洞内危机四伏 要五王和王后去太危险了 为了天下苍生 我愿意一事 只是 清君 有五王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丞相 就让我们去取吧 请放心 只要五王王后把赵妖镜拿在手里 任何妖魔鬼怪也伤害不了你们 金长 木长 哪吒 在 你们三个沿途保护五王和王后 是 可是赵妖镜离开万魔洞 仰武蜂牛而出怎么办 放心吧 哪吒 这面姓黄旗 你把它插在洞口 其日之内任何妖怪也跑不出来 五王 用劳你和王后了 相父 我们这就启程 这里的军务就靠你和杨俭二人了 是 五王 就是这里了 大哥 你们拿着姓黄旗守在洞口 我们一出来你们就把旗插上 制住洞里的万魔 好 五王 那我们进去吧 好 我们走 现在不会有事的 等一会儿你们拿到了照妖镜就会惊动群魔 你们不要管他 拿着镜子就往外跑 好 走吧 五王 五王 就在那儿 好 不好 快走 五哥招 来了 五王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们看 五王 照妖镜 好 五王 五王 我们快走吧 好 金军快走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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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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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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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个水吗 什么 我是火 我是有火 我来了 我来了 快救火 快救火 我这边快拿水 水果 快快点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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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那边边边快点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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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灭了 好 朱兄 怎么样了 江子牙的大神变真厉害 我的火红丹恰这给它毁了 烧了技法的营没有 现在大概已经换为灰烬了吧 这回技法是死定了 先别高兴 我们烧了他的杖 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死了 金雄所言极是 说不定给他侥幸的逃走了 别瞎猜了 我们明天就去叫朕 看那技法在不在不就清楚了吗 好 趁他军心打乱 我们就杀他个措手不及 好 收起 我被烧了 乒乓 McMahon 乒乓 混� 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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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走 众妖修城墙 看我照妖镜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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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师叔 没事吧 没事 五王和王后呢 大哥二哥保护他们回营了 好 我们先去除掉这些妖怪 好 杨大哥 走吧 走 看你往哪走 他们有照妖镜在手 我们随时由性命之忧 那怎么办 难道就叫我们在这等死吗 这里是平原 地方空旷 对我们很不利 对 是 毫无遮掩 一照就现行 不远处有个山谷 不如我们退守那里 何无人之力 用毒物围绕保护 使他们寸步难进 下来 下来 相爷 他们退守山谷之中 并用毒物锁住山谷周围 我们的探子无法进去 岂有此理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伎俩 哪个长 杨姐 苍蝇 可以在毒物污水里过活 不如你化作一只苍蝇混进去 看个究竟 嗯 嗯 看他们能奈何我们 只是金大声和乌龙这两位久久不归 不知道 恐怕他们已遭毒手 他们全靠那照耀镜逞强 这算什么英雄 袁大哥 他们这法宝从何而来 来 我们集合法力追寻一下镜子从哪来的 好 这照耀镜原来来自万魔洞 万魔洞有群魔把守 他们怎么会得到照耀镜的呢 袁大哥 不如让我和戴兄下山去探个究竟 你以为如何 好 你们去吧 不过要小心 是 袁大哥 你以后 如果可以借助群魔之力对付江子牙 哪怕他有照妖镜 也是敌不过我们的 我也这么想 不过 一切都要等他们回来之后才能决定 是啊 现在嘛 只好守在这里了 我看你这幅馋相 来 吃啊 看你这幅馋相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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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臭猪 满肚子食物 臭死人了 痛快 真痛快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救命啊 你找谁救命 谁 我是杨简 杨简 你在哪 你猜 在你肚子里 你不信 你要怎样 跟我回周营 不行 去不去有你 我跟着就变成老虎咬你的肚肠 不要 感觉怎么样 请你死我了 其有四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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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那是哪有猪 那是猪猩 快走 杨俭去探狄营 到现在还没回来 五王放心吧 他不会出事 这就是要害朱子镇 快砍了他 杨大哥 是你吗 你在哪 我在猪的肚子里 快砍了他的头 杨兄弟 你又立了大功了 代理和杨显去了万魔洞 如果他们拔去了姓黄旗 引万魔出洞 那就不堪设想了 你们快去祖劫 是 师叔 假如他们先到一步 拔掉了姓黄旗 你们就用赵妖镜 把群魔赶回洞去 是 你看 是姓黄旗 万魔出洞 好 代我拔了他 放万魔出洞 我没有放在下 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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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不断磨 没问题了 那羊头狗头连同那猪头一起 咱们一块送还给他们吧 也好 这样也可以错一错他们的气焰 师叔 那你就快做法送他们回去吧 去 我看那头乱冲出营的猪就是猪子针 我看了什么诡计才显了真身 又少了一名弟兄 希望杨显代理他们可以放出群魔相助 这场仗还有剩 但愿如此 出去看看 大哥 你看 这 想不到却是如此下场 看来真是天助西齐 我们还是保命要紧 好 我们回眉山去 眉山齐怪已经除掉了五怪 现今商军军心涣散 正是我们进宫之时 那我军怎样避过锁住山谷的毒物呢 丞相 围在谷中的毒物已逐渐散去 好去吧 是 难道师叔早有所料 这毒物厉害得很 但他们两个不会有如此法力 必须聚集更多的力量才可以施展 现在奇怪只剩下两个法力已弱 所以毒物必然消散 那我们攻进山谷去吧 好 我们明日就进攻山谷 是 好 相爷 愿祥的三千人都已经安顿好了 知道了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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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猿妖蛇妖都不见了 师叔 找遍了军营都不见他们 我们攻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露面 可能一早七英走了 这就糟了 还有一天时间姓黄旗就会失效 必须立即找到这两妖除掉他们 不然 不然 万魔出动 就会危害人间 走 走 人呢 闪开 闪开 小心 快走吧 快 走 哪去了 这两个妖狗狠狡猾 找不到他们怎么办 赵妖精的期限快要到了 县棋一到 万魔出动 这可不得了 我们快去找吧 走 师叔 找我们有什么急事吗 哪吒和杨检还没有回来 我担心他们 他们有赵妖精在手 想那两个妖怪也逃不了吧 我是担心他们误了时辰 如果不能在县棋之内把赵妖精放回万魔洞 那就后患无穷了 师叔 要不要我们去找找他们 不用 如果他们收服了两妖 就会赶去放回赵妖精 我只怕 他们找不到两个妖怪藏匿的地方 那就会误了时辰 那这 如今之际 只有我到万魔洞去一趟 要是他们误了时辰 就由我阻挡一时 不让群魔出动 那么这里呢 这里就有你们兄弟两个照顾 小心 保护五王 是 要是见到杨检他们 不论是否收服了两个妖怪 都一定要立即把赵妖精放回万魔洞 是 大哥 找不到两个妖怪怎么办 那我们只好下山回营了 对啊 我们不能误了时辰 走吧 他们走了 自仇不能不报 待他们的赵妖精不在手 我们就去把江子牙激发统统杀掉 替弟兄们报仇 走 我们回洞去吧 杨检在此 走 走 哪里走 走 走 哪里走 哪里 怎么样了 元妖给我杀了 你呢 蛇妖也给我杀死了 我们立刻回去还叫妖精吧 时辰到了 我们赶快走 好 嗯 嗯 嗯 快 快快 快快 好 幸好你们及时赶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 师叔 那两个妖怪很狡猾 但终于给我们打死了 好 我们可以回去了 是 得相父及各位鼎力收了七妖 大事已定 再过去就是朝歌成了 不错 兴咒灭咒的大业成功就在眼前了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起军拿下朝歌 相信不会再有什么妖怪出现了吧 兴咒的气数也该尽了 如果没有什么妖怪一人插手 那么拿下朝歌只是举手之劳了 如果这样 我们两天以后就会尽弩朝歌 杀死咒王了 相父 我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我们出兵灭咒 只是为了扫除暴政 我想会诸侯于梦境共商国策 是 吴王的意思很对 好 就请召集各方诸侯在梦境会合吧 好 金长牧长 在 你们两个立即启程 邀请各方诸侯会于梦境 是 是 武姬 在 传令下去 将士休息一天 后天拔营启程向朝歌进发 是 对 带王 深更半夜的 有什么要紧的事 没有天大的急事 我也不敢来打扰带王 有什么天大的急事 刚才接到紧急战报 袁洪元帅和梅山六节都已经阵亡了 现在计发的大军正向朝歌开来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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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可知道前方的战事吗 你们可知道朝阁危在旦夕吗 有平 在 把紧急战报告诉他们 是 是 昨天晚上接到紧急战报 袁洪元帅和眉山六节都已经阵亡了 现在激发大军正开向朝阁 不得 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你们都是治国家俸禄的 国家有难 你们该如何来解决这个危机的 带王 老臣年老无能 往时国家俸禄 老臣向带王告老还乡 望带王恩准 带王 臣自问无能 难以为国效劳 也想回乡种田 祈求带王恩准 你们两个自告无能报国 想辞官回家是不是 是 祈求带王恩准 你们现在谁还要辞官还乡吗 你们这些酒囊饭蛋 来 谁要是再敢辞官还乡 就是这样的下场 姐姐 姐姐 听说激发的大军已经开来朝歌 周王的江山快没了 是啊 我们快要离开这儿了 看来 看来 你也舍不得离开这里的繁华富贵 舍得舍不得 我们也要离开的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了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 这人间的豪华享受 妹妹别做梦了 陈缘已尽 我们还是回去修炼 希望能够得成正果 山中岁月 哪集人间富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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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